有人问 我很想放下 就是放不下 有什么方法 应光法师教给我们 非常好的方法 天天想什么 想死 人对这个世界 一能兴晦 自然放下 所以应光大师 自己的小伙讨 就供一尊佛像 非常简单 一尊佛像大概就这么高 不到一尺 阿弥陀佛的像 就供一尊 一堆蜡烛 一个像香肉 一杯清水 一个墨鱼 一个银铅 其他的都没有了 干净 一尘不染 桌子上放了一本 阿弥陀佛像的后面 老法自自己写了一个字 死字 贴在墙壁上 一天到晚 对着这个字 你还有什么想头的 死了 连身体都带不走 活宽 身外之物 他天天面对这个字 万云 放下 其实 你要真正能够 觉察到了 人在世界 每一天都死 每一天都死一次 睡着不就等于死了吗 你想一想 你熟睡的时候 这个世界 哪一样东西是你的 你身体都是你 人熟睡 把身体抬走了 都不晓得 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所以要看破 放下 你才能入 佛法 才能起初 放不下 没入进去 听的 都是知识 不是智慧 那 切入之后 你看这个经上的文字 字字跟自己 性格相应 字字都有无量意义 怎么讲法 极感相应 动真的根基 自信里头 自然的感应 不声不浅 他能听得懂 他能救 不是学来的 败上